在辽阔无垠的蓝天之上 有一种飞行器以惊人的速度与力量 编织着属于天空的壮丽史诗 它们便是那些翱翔在云端 英勇无畏的战斗机 这些流线型的战士 搭载着强大的动力系统和尖端的武器系统 成为了空军力量的中流砥柱 象征着空中的霸主地位提及战斗机 人们心中总会涌现出一连串热血沸腾的词汇 速度 力量 精准 勇气 这些词汇不仅精准地概括了战斗机的特性 更生动地展现了它们在空中战场上的非凡表现 无论是高空的侦察 远程的精确打击 还是近距离的激烈格斗 战斗机都能凭借卓越的性能 完成各种艰巨的任务 彰显出无可比拟的战斗力 然而 战斗机的魅力远不止于此 它们不仅是空中力量的象征 更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科技发展的璀璨成果 每一架战斗机都凝聚了无数工程师的智慧和汗水 代表了人类对于天空探索的渴望和追求 现在 让我们一同走进台湾IDF战机的世界 探寻这款被誉为F-16和F-18结合体的战机背后的故事 尽管台湾空军的作战能力在某些方面存在短板 但其在世界空军排行中依然能击身前20支列 目前拥有300余架先进的战斗机 而作为台湾战机的代表 IDF经国号战机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 这款战机从无到有的全过程 是在美国的技术协助下完成的 作为一款轻型超音速多用途喷气战斗机 IDF战机具备了卓越的机动性和强大的活力 按照台湾的规划 I-DAI幻象2000以及F-16战机将构成保卫台湾空域的主要力量 而IDF战机则以其独特的性能和优势 为台湾空军注入了新的活力 1982年航发中心正式启动了IDF战机的发展项目 这是一项宏伟而复杂的工程 整个项目规划主要分为四大核心部分 与通用动力携手合作的阴阳项目 专注于机体和气动布局的研发 与盖瑞特联合成立的国际涡轮引擎公司 旨在获取先进发动机的云焊项 与西污电器共同发展的天雷项目 致力于飞控和航电系统的升级 以及在美国技术支持和关键技术协助下开展的天翔项目 专注于短程和中程空空飞弹的研发 尽管IDF战机被誉为自主研发 但实际上 其总体设计的主导权 掌握在刚成功研制F-16的通用动力手中 而台湾科技研究院则承担了辅助和协调的角色 在设计过程中 IDF战机采用了F-16的研制模式 并在美国政府核准的技术出口许可下 大量借鉴了F-16的零部件 此外 IDF还充分考虑并满足了台湾空军的使用习惯 和实际需求 融合了多个设计方案的优点 最终打造出了一款 具有独特三代机特征的现代化战机 在研制阶段 IDF战机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名称变更 初期 它被命名为LCF低成本国际战斗机 随着项目的深入 中期改名为乐子轻型防御战斗机 直到1985年 才正式确定了如今的IDF代号 标志着这一项目的成熟与定型 在IDF战机的机翼设计上 虽然通用动力公司的技术顾问 提供了F-16的设计图纸作为参考 但IDF并没有简单地复制F-16的设计 相反 它借鉴了FA-18的机翼特点 采用了BF-16时的中等后掠角机翼 与FA-18时小后掠角机翼相结合的独特设计 这一改动并非偶然 而是基于深思熟虑的结果 FA-18的前身是参与美国空军 轻型战斗机竞标的Y-17 而Y-17则是诺斯罗普战机 设计的极大成者 其机头和机翼部分 与F-5F一脉相承 考虑到F-51F曾是台湾空军 在研制IDA-17的主力机队 台湾对其结构和性能 有着深入的了解 因此 IDF战机采用FA-18的机翼设计 不仅能减小诱导阻力 提高绝航效率 还能更好地适应台湾空军的 飞行操作习惯 真可谓一举两得 从整体外观审视 IDF战机无疑展现了 典型的三代机特征 其扁原带肩 略微下垂的机头设计 以及左侧机跑的独特安装方式 都为其增添了一抹独特的韵味 而其全动水平尾翼和尾撑结构 更是与F-16战机有着异举同工之妙 然而 当我们深入探究 IDF的内部结构时 会发现 它与F-16和FA-18 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IDF战机内部的范园形 固定式正机波进气口 气泡型座舱 以及主翼翼型 和双发的后机身布局 都让它呈现出一种 F-16上半身 与FA-18下半身 完美融合的视觉效果 在欧洲的阵风 台风等三代半战斗机 尚未服役之前 IDF的气动设计 无疑站在了西方早中期三代战斗机的巅峰 甚至在某些方面 超越了边条极小的F-15和F-18 那么 IDF这样的设计背后 隐藏着怎样的深意呢 首先 其大边条设计在大营角状态下 能够产生强烈的窝流 对机翼产生有力干扰 进而提高战机的生力 这一设计必须配以良好的配平能力 以确保战机在强大的上扬力举面前 能够保持稳定的飞行状态 其次 IDF的高度一体化设计 不仅增加了机体的生力 弥补了机翼面积的不足 还提高了机体的抗灾能力 使其能够在 3G至9G的最大使用超赛下 保持稳定飞行 然而 IDF的跟稍比相对较小 约为4.3左右 这意味着 其机翼在气流中的分离现象较为困难 有利于飞机的纵横向稳定 但与此同时 这也导致了机翼弯举增大 结构重量增加 IDF原本采用的全金属结构设计 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这一问题 尽管在后翼和机身部分 采用了复合材料进行减重 但飞机的整体重量依然偏高 在航电系统方面 IDF战机配备了金龙53型 多抹脉冲多普勒雷达 这款雷达拥有高达15种操作模式 其中空对空模式7种 空对地海模式8种 具备超视距空战能力 能够同时锁定两个空中目标 进入90年代末期 为了紧跟时代步伐 IDF还引入了与F16同型号的 APX113V先进敌我识别系统 使其作战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IDF战机的发动机选择之路 并非一帆风顺 最初 其设想是搭载FA18的F404发动机 然而这一方案却遭到了美国的婉拒 面对这一挑战 IDF团队转而与盖瑞特公司携手合作 以TFE1042发动机为基础 踏上了研发推力更大的涡扇发动机的征程 经过两个阶段的重大技术改进 这款新发动机终于达到了推重比6.99的水平 尽管其军用推力仅为2.75吨 加力推力4.2吨 自重616.9公斤 这一表现仅相当于美军70年代的水平 然而 对于起飞重量9吨的IDF战机而言 这款发动机勉强满足了需求 相比之下 最初设想的F404发动机 单台军用推力高达4.98吨 加力推力更是达到了惊人的8.02吨 而其净重仅有1036公斤 比两台F125发动机还要轻198.8公斤 然而 由于种种原因 IDF最终未能采用这一高性能发动机 而是被两台较为落后的小推力发动机所替代 这一选择不可避免地导致了IDF战机结构的增重 机身的加宽 以及机体式表面积的增大 从而在机动飞行时面临较大的阻力 高速性能不佳 作战半径缩小 以及有效载荷降低等挑战 然而 IDF战机并非没有亮点 其搭载的F125发动机 采用了先进的FIDEC全权线数字发动机控制系统 这一系统有效地提高了发动机的反应速度和燃油效率 因此 IDF战机在加速性能方面表现出色 从慢车状态到最大推力仅需4秒 达到最大加力推力也仅需5秒 甚至有飞行员赞誉IDF战机的加速性能比幻象2000还要出色 这对于保证其在空战中的格斗能力无疑是非常有利的 在武器搭载方面 IDF战机同样具备强大的能力 它可以挂载四枚天舰一红外格斗弹 以及机身下半埋挂架下的两枚天舰二中巨弹天舰一导弹 具备全向攻击能力 而天舰二则采用主动雷达制导体制 射程可达60公里 具备试距外攻击目标的能力 此外 IDF战机还可以挂载普通航弹 急速炸弹等多种无击系统 为其提供了丰富的作战选择 在80年代末国际形势的转变下 台湾成功引进了F-16和幻象2000战机 随后IDF战机也经历了数轮升级 使其成为了最适合在台湾空域作战的战机之一 至今为止 IDF-G战机已经首飞过去了35年 期间仅发生了少数坠机事故 包括一架单座型和三架双座型 这一表现显示出了IDF战机的高可靠性和良好的妥善率 在航电系统方面 IDF战机不断引进和融合先进的电子战技术 它配备了先进的雷达和红外探测系统 能够在复杂电子环境下准确捕捉目标信息 同时IDF战机还具备强大的电子干扰能力 能够有效干扰敌方雷达和通信系统 为自身和友军创造更多的生存机会 在武器系统方面IDF战机也进行了全面的升级 除了原有的天舰系列空空导弹外 IDF战机还增加了多种新型导弹和炸弹 如远程学航导弹精确制导炸弹等 这些新型武器不仅提高了IDF战机的打击能力 还使其具备了更广泛的作战范围 在机动性能方面IDF战机虽然受到了发动机限制的影响 但其设计团队并没有放弃对其性能的追求 通过不断的试飞和优化 IDF战机在机动性能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它能够在高速飞行中保持稳定的操控性 同时具备良好的爬升和盘旋能力 这使得IDF战机在空战中能够灵活应对各种威胁 展现出卓越的格斗能力 此外IDF战机还注重提高飞行员的作战体验 它采用了先进的座舱设计和人机界面技术 为飞行员提供了更加舒适和便捷的操控环境 同时IDF战机还配备了先进的飞行员训练系统 能够模拟各种复杂的飞行环境和作战场景 帮助飞行员提高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 在国际上IDF战机也赢得了广泛的关注和认可它 作为台湾自主研发的战机 不仅展示了台湾航空工业的实力 也为台湾空军提供了重要的装备支持 同时IDF战机还多次参加国际军事演习和比赛 与其他的战机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比拼 展现出了其优秀的性能和作战能力 展望未来 IDF战机将继续在台湾空军中发挥重要作用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升级改造的持续推进 IDF战机将拥有更加出色的性能和更加广泛的作战能力 它将继续守护宝岛蓝天的安全 为台湾人民提供更加坚实的保障 同时IDF战机也将成为台湾空军的一张重要名片 向世界展示台湾航空工业的成就和实力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对于这些信息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 如果对于本视频的内容 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 也请在评论区留言 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 我是华语科 咱们下期再见